直升机飞越海峡跟冰川生理其境 这是国内体感设备厂自威科技研发的6D技术 但现在却被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踢爆 中资意图入侵 是不是内省通外轨 还是整个公司的领导阶层都知道这个事 秀出文件执政粒粒 质疑有新华社背景的中资 透过香港的盈利管理公司 砸下450万美金 约1.3亿台币 大局买下自威公司股票 从这份内部流出的录音档 可以听到自威财务长和可疑中方人士 大谈股权交易的内容 铁证如山 我不能确认这件事情 财务长的工作 他本来是不是在找投资 不管怎么追问 自威高层都强调不能确认 毕竟违法买进不只可能会被开罚最高2500万罚还 但更大隐忧还有这个 自威公司还被外界支出掌握的技术 涉及国防陆海空三军模拟训练 也让国安亮起红灯 虚有名还加码踢爆 买进自威股票的港商盈利管理公司 以及在台湾的分公司 负责人就是自威科技经理李沛冠 但顶头上司立刻帮忙挡子弹 虽然自家人买卖股票不违法 但经理挂民港商负责人买进股票 金额还高达1.3亿台币 究竟有什么内情 主管机关已经介入调查